雙B名車酒駕狂飆70公里 逆向闖進加油站 直接撞上油氣回收區 警方到場喝得醉醺醺的駕駛 早被上手銬 才情緒機動在一旁胡言亂語 經過酒冊酒精濃度高達1.01 男子喝到幾呼謊神 還硬是要開車 而且把車飆上國道 撞進休息區 男子開了車 從新北市上國道後 一路開到新竹關西休息區 一路駕駛將近70公里 讓路上其他車輛 飽受酒駕威脅 警方抵達現場之後 那個駕駛人 層次比較防護一點 有迷流狀況 然後我們就全案以 公共危險罪來偵犯 逆向開進加油站 加完油後 疑似不勝酒力 僅衝撞旁邊的護欄 連一旁油氣回收設備 也被撞壞 甚至還打低檔讓車子空轉 試圖把車開出來 引擎蓋都冒煙了 還試圖移車 舉動相當危險 酒車值高達1.01 卻還開車上國道 完全無視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不禁讓人直呼太誇張了 記者何孟謙陳芷芳新竹報導